海港 派對 自然休閒活動 這裡是芬蘭首都賀爾辛基 不到70萬人的城市 卻是全球手遊之都 2009年問世的手機遊戲憤怒鳥 當初只在iOS平台發布 就有超過1200萬人下載 讓這些小鳥和綠色的豬 紅遍全球 這間遊戲公司來自賀爾辛基 2012年推出的部落衝突手遊 一樣長逢至今 也變成多人模式 這也是來自賀爾辛基的遊戲公司 一手打造 手機遊戲產業 目前價值高達1200億美元 全球擁有上億訂閱會員的 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 2022年9月也宣布成立 內部遊戲工作室 地點就在賀爾辛基 Netflix在新聞稿中提到 為什麼是賀爾辛基 因為這是一些全世界最好的遊戲人才的家園 BBC更報道 賀爾辛基是世界上創新科技最鮑勃發展的城市之一 賀爾辛基之所以磁吸遊戲專家 得從手機產業說起 宏吉一時的手機品牌諾基亞1865年成立於芬蘭 但當時是以伐木造紙為主 在那個年代芬蘭資源相對匱乏 於是芬蘭人時會一頁合作 用很少的資源創造必需品 諾基亞從紙箱轉向生產橡膠製品 後來創建電子業務部門 然後和芬蘭電視機製造商合作 共同開發一款無線電話 這樣的互助文化延續至今 賀爾辛基當地有技術基礎設施公司 為當地200間遊戲公司提供支援 加上芬蘭的社會福利制度 讓手遊創業者不必抵押房子開公司 政府也為新創業者提供補助 還有最吸引創作者的 也許是芬蘭高度重視工作與休閒生活的平衡 因此賀爾辛基有高達三成的遊戲開發者 來自其他國家 當地成立了一個組織 賀爾辛基夥伴 繼續吸引世界最好的開發者 當地的遊戲工作室 在2022年獲利28億元英鎊 世界頂尖高手 聚集在這座北歐城市 持續創造人們手中小方塊里的驚奇 華視新聞抓集陳建安專題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